早晨 歡迎來到試看電影會 我是白膠章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套最新上映的港產片 由劉國昌監製 陳建朗執導的手捲煙 陳建朗這個名字對熱愛港產片的觀眾應該頗有印象 在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畢業的他 曾經參演過紅Van 中英界一號 獨界等等的電影 終於在第四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大專組脫穎而出 成功開拍手捲煙 電影講述林家棟飾演的華籍英兵關超 九七回歸後無奈流港發展 二十年過去今日已經變得蓉蓉碌碌 舊日的戰友亦因為神秘的往事而各走各路 變成獨行俠的關超 只能依附不同的黑社會組織偷握拐騙 機緣巧合之下遇上落爛的南亞小子文尼 一個被追債一個被追殺 關超為了酬勞暫且庇護文尼 同事天籟淪落人 危機卻逐漸逼近 困境底下兩個人到底是要自保還是合作呢 在這裡我想先和大家介紹一下香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由2013年開始 計劃每年都會分為專業組和大專組公開接受報名 參加者只要分別獲得業內組織 或者專上學院的推薦就可以報名 勝出者將會得到電影發展基金撥款資助拍攝電影 這個計劃更由第六屆開始將製作資金上調 很多大家講得出的本土電影 例如《一念無名》 《點五步》 《淪落人》 以至現在上映中的惠愛 都是由此誕生 可能是因為沒有老闆壓力的關係 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往往很少出現商業片種 當然 所謂的商不商業 今時今日在香港製作裏面似乎已經跟質素沒有直接關係 甚至跟賣不賣了都沒有關係 但是所謂的商業片 或者類型片 就是可以借著類型的一些慣例去吸引特定觀眾 在電影這一門娛樂工業裏面擔當著重要角色 陳建朗丹琦的首部劇情長片 勇於嘗試黑幫類型題材 在金馬獎更加奪得七項題名 成績不言而喻 這個類型繼杜琦峯之後 要在香港數得出優秀作品已經不是容易 甚為黑幫或者男人戲粉絲的我亦都大飽眼福 終於可以看回一些無視男女平等的英雄主義 簡直是一見如故的感覺 影帝演出首部劇情電影 往往都會成為焦點 或者被視為挑戰獎項的作品 林家棟今次的演出亦都不例外 關於演技方面 當然就輪不到我班門龍虎 唯一只是想說下我景樣的地方 香港的影帝影后要擔演小人物 往往比我們想像中困難 一來要克服觀眾已有的觀感 二來又要克服演員本身的身份自覺 林家棟在戲裡面就做到剛柔並重 重於劇本和角色 並沒有無理堅守影帝或明星的戲場 這件事其實遠遠比想像中更難能可貴 戲中有一場對話 關超問文尼 你覺得我的份人怎樣 文尼說 麻麻地 關超概探 麻麻地有麻麻地的好的 這句話 大概就總結了我對關超這個角色的欣賞 在成本限制下 電影某些地方亦都難免見到力有不敵 例如黑社會的行頭和家暴 和文本上所形容的有出入 但這個亦都是我欣賞的地方 正正因為成本有限 電影動作場面不算多 但導演選擇重則不重量 在結局中精心設計了一場 狼剔打鬥戲 一氣呵成 當眾所下的功夫和精彩程度 可以說是近年最佳場面之一 有時候都不用說知不知詞 如果你們是喜歡這個類型的港產片 手捲煙絕對值得你入場享受 最後和大家分享下 我對外國版casting的幻想 歡迎留言說下你的選擇 或者寫下你們的觀後感 多謝